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康王赵构侥幸从金兵的手里逃了出来 建立了南宋王朝 诶 那岳飞又是谁呢 嘿嘿 大家别着急 且听皮皮慢慢到来 要说着岳飞呀 可是南宋时著名的将领 也是一位民族英雄 据说岳飞小时候不爱说话 却非常喜欢读书 尤其是读兵书 在十几岁时 他就拜了高人为师 学习刀枪剑法 没过多久啊 他竟然能自己拉开一张三百斤的大功 并且百发百中 后来金兵又跑来侵犯南宋 看到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岳飞立马去报名参军 据说出发前 他的母亲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岳飞回答说 到前线杀敌 金中报国 母亲非常欣慰 就将金中报国字个大字 刺在岳飞的后背上 参军后 岳飞表现得非常勇猛 当他还是个小军官时 有一次 他带了一百多名骑兵在黄河边训练 忽然 对面来了一大波的金兵 士兵们都吓呆了 岳飞却不慌不忙 不用怕 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可以趁他们没准备的时候击败对方 说完 岳飞就带头冲向敌人 斩下了金兵的一名将领 士兵们受到岳飞的鼓舞 也纷纷冲上去 把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样一来 智勇双全的岳飞就出了名 还受到了当地元帅的重用 赵构当上皇帝后 岳飞多次向他建议带兵北伐 收回北方之前被金国占领的土地 一开始 赵构还担心这样做会得罪金国 于是 就嫌岳飞多事 狠狠惩罚了他 可岳飞呢 非但没有一句怨言 还继续帮助国家打破好敌人 赵构被岳飞感动了 便同意北伐 而岳飞呢 也不负众望 三番几次将金兵打退 建立了不少战功 到了岳飞32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升为节度使 掌管一个地方的兵马 那些跟随他打仗的士兵们 也被人们称为岳家军 在岳飞的带领下 岳家军士气旺盛 作战勇猛 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 金兵见到岳家军啊 不是被打得哭蝶喊娘 就是吓得跪地投降 没有一个不害怕的 怪不得金兵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汉山意 汉岳家军难 意思就是 想要动摇岳家军 要动摇一座大山还难呢 后来 金国依旧不死心 又发动兵马 大肆进攻南宋 皇帝赵构连忙下令 要各路的宋军拼命抵抗 岳飞收到了命令 连夜制定出抵抗金兵的计划 几天后 各路军队纷纷传来战胜金兵的好消息 金兵的统领悟竹 听到是岳飞在指挥宋军进攻 大为恐慌 立马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 最后 他们决定 干脆集中全力去跟岳家军拼上一拼 接着 雾竹就率领大军来到衍城 岳飞先派他的儿子岳云 领着一支精锐的骑兵打头阵 他严肃地对岳云说 这场仗要是打输了 回来首先就严惩你 岳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现在也成为了一位英勇的将士 他拜别了岳飞 带领着宋军冲向战场 把金兵们杀得落荒而逃 之后 岳家军节节胜利 一直把金兵打到了一个叫朱仙镇的地方 附近的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前来欢迎 有的还拉着粮食来喂劳岳家军 个个激动地直流眼泪 岳飞看到百姓们这么开心 也忍不住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可正当岳飞还想率领大军 一举收复宋朝之前失去的土地时 却收到了皇帝让他紧急撤兵的金牌 岳飞正疑惑呢 谁知送第二道金牌的快马又到了 接着金牌来了一道又一道 数了数 最后岳飞竟然一共收到了十二道金牌 看着手里的金牌 岳飞心里清楚 撤兵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了 便气愤地泪流满面 唉 想不到我十年来拼命抗金的努力 一下子全都毁了呀 唉 明明胜利就在眼前 皇帝却下令马上撤兵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这都是宰相秦桧搞的鬼 这秦桧害怕岳飞一旦北伐成功 地位就会比自己还高 于是就跑到赵构面前说岳飞的坏话 还劝赵构让岳飞撤兵跟金国讲和 而赵构呢 原本也很担心 岳飞成了大功臣之后 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比他这皇帝还高 于是这两人一拍即合 二话不说就将岳飞叫了回来 那赵构啊 更是害怕岳飞不肯撤兵 这才有了连下十二道紧急金牌的事 岳飞回到京城后 秦桧马上就找了个谋反的借口 解除了岳飞手里的兵权 还把他和他的儿子岳云抓了起来 到了监牢里 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岳飞 哪会承认自己谋反呢 只见他扯开上衣 搂出了后背 在场的官员看到了岳飞背后 京中报国四个大字 都大为震撼 不敢再多加审问 秦桧知道后 只好暗地派人到监狱里 把岳飞给杀害了 金国的物主听了这个消息 马上重整旗鼓 又向南宋进攻 唉 就这样 许多先前被岳飞收回来的土地 南宋一下子又丢了个金光 之后南宋就和金国签订了合议 合议里写着南宋不仅要向金国称臣 每年还要给金国进贡25万的财物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赵构在位的绍兴年间 所以历史上把这屈辱的合约称为绍兴合议 不知道接下来南宋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 欲知后事如何 皮皮在下集再来跟大家分解分解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